休旅車行駛高速公路內線道 好端端的前方突然飛來一片片的保麗龍 保麗龍砸車如同暗器 再加上隔壁有車閃都閃不掉 貨車沒有綁好保麗龍被風吹斷成好幾片 飛到哪 砸到哪 什麼車啊 保麗龍掉下來 裝潢用的保麗龍比一般的硬不少 休旅車撞上去造成水箱護罩凹了 保麗龍更是直接卡在上頭 掉落造成類似失誤 除汽車駕駛人 新台幣3000元以上 提款8000元以下緩緩 事發地點在國道1號高雄路段 破文網友更氣的是控訴事發後 國道警察拖了一個月才回應 還說監視器保存時間只有4到6小時 這是正常的嗎 轟行這效率太差了 網友也來這麼想 沒上網是不會理你的 警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到6個小時說來真的很可笑 難道慢一點就求償無門了嗎 區新聞相關單位提供 往往需要15至30天左右 檢方澄清調監視器需要作業時間 而保存4到6小時是溝通上的誤會 只是高速公路上天外飛來橫貨 好險是保麗龍 如果是金屬片可就事件大條啊 記得洪富人王書宏高雄報導 全部都算上方aux 高雄 先試看 我們的網狀 是寨手 好 你看 是